近日有网友删出一张马来西亚报纸报道迪丽热巴的照片 照片中迪丽热巴的报道占据了几乎整个版面 主题是迪丽热巴演戏体验人生 还配有迪丽热巴多个造型的图片 这不是迪丽热巴第一次被海外媒体关注 此前韩国媒体评出中国古装四美 分别为刘亦菲 杨幂 张丽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还被称为是一抹绚丽的火红 被认为是中国版的签送衣 网友们看到这样的迪丽热巴 分分留言说 厉害了我的迪丽热巴 你一直都美美的 要加油哦 期待你的更多作品哦 迪丽热巴一出道就因为有着像混血儿的脸蛋 备受关注 甚至也是许多整形味的范围 但人红是非多 迪丽热巴的早期照片开始被挖出 包括她穿着传统服饰 脸上却都是疙瘩 不像现在一样滑嫩 肤色也比较暗淡 但即使肤质并没有太好 但是一双空灵大眼跟巴掌脸蛋 被网友认证是母胎美女 绝无塑胶味 出道后勤保养当然也难怪脸色跟肤质会焕然一新啊 毕竟谁无过去呢 是男人的都会爱上啊